2,000块不到就可以买到Gucci设计 这只摆一下都 今天来开箱刚刚在马来西亚正式发布的 realme 11 Pro Plus 看到这个设计吗 真的是Gucci的前设计师设计的 所以这次realme 11 Pro系列 依然有两款 一个叫做realme 11 Pro 另外一个叫做realme 11 Pro Plus 所以我们这是争取到的就是好料的高配版realme 11 Pro Plus 那它名字是高配啦 但是你们都懂哦realme的定价一上来都是好博星的 所以我们也不来虚的直接讲价钱 realme 11 Pro Plus 1,999块买到 12GB加512GB 这个价格有512GB也是很良极一下 那配什么 specs呢 世界上第一款 两亿香素加4倍无损变焦 1202曲面屏 5,000号的电池 100万块头 相信不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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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外型啦 这次我就拿到三个颜色 白色啦 青色啦 黑色啦 这两个是realme 11 Pro Plus 黑色是11 Pro 才有的色不要搞错啦 白色这个叫做热醋之城 它的白是像牙白那一种啦 配一条金色条纹 青色的话这个叫做绿野之城 基如其名就是绿野线中feel啦 是蛮本如青菜的 它不会难打 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叫什么了 牛油果绿 啊 终于想到了就是这个 而且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它的后盖哦 不是玻璃也不是塑料 是皮革啊大龙 皮革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高局 搭配手工的缝线 皮革加缝线 不就是名牌宝宝的感觉 那这个设计呢我开头就有讲 它真的是名牌宝宝Gucci 前设计之联合设计的 它的名字叫做Matteo Menotto 你们可以自己去Google设计一下啦 听说是inspired from Milan这个城市的美学 Anyway Realme 11 Pro 系列搭上了Gucci的这一条线哦 注定就是不平凡了 它整个城市好像被提升了一下 反正走在路上就是很好认 电视度很高 就是那种 诶 诶 不就是那个Gucci 我是你的宝宝里 镜头部分是重头戏啊各位 它是世界第一款可以做到 两益橡树再加4倍边角的手机 那这个组合来有什么厉害 普通手机叻 两益橡树只会做一次裁剪 所以达到两倍边角 但是它叻 可以做两次裁剪 变成了4倍无损边角 根据官方讲它这个4倍中啦 比起同级的两益橡树手机 也是多了242%的亲密基度 这个灯上我们的Test是会动的 那旁边呢还有一个8MP超广角 和一个2MP的微距镜头 8MP跟2MP是普通了一点 但是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这个 两益橡树啦 它用的感光元件哦 是跟Samsung联合调校的 iSocial HP3 照理来讲哦夜拍应该是不错的 anyway两益橡树的好处就是给你拍一张 高画质的照片 然后靠存几张都可以很轻啦 比如realme 11 Pro Plus里面就有一个功能 叫做One Take 当你拍的时候呢 手机会自动detect到不同的人 或者是东西 比如这里有我啦 有车啦 有树啦 有Arcan啦 诶没有Arcan 看啥 那它自动就分成了几张Zoom印了的图 不同的size 不同的主角 它从头到尾都只是拍一张照片罢了啦 但是软件就自动crop成不同的款式给你选 而且每一张也因为这个两益橡树的关系 清楚过清楚的啦 就很方便那种随手拍的人你懂吗 一回家本来丑丑的照片 诶 突然可以用了 另外Zoom的功能呢 realme 11 Pro Plus它可以中到4倍的无损边角 但是哦 它其实是很巧妙的利用这个两益橡树里面的1250万橡树去拍出来的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潜望式镜头 因为如果是哦 它就不会是这个价钱 也不会是这个宝度 但是哦realme很聪明 它在控制价钱的同时呢 选择了无损边角这个方式 因为到头来呢 其实用户最想要的只是一个使用体验罢嘛 比方说我现在拍这个建筑 这个是0.6倍 然后1倍 这个2倍 呃 4倍 拍出来的画面呢 全部都是很清晰的 哇 你看我Zoomii那个建筑物 就算这个是4倍啊 你看 那个窗口上面的纹路都是看得到的 对热厂使用来讲已经是很够了的啦 然后还有realme独有的接拍模式 但是呢16mm啊 23mm 46mm还有92mm 其实呢它就是1倍2倍4倍啦 但realme就是会给你这种仪式感 You know 就好像你拿着相机少接那个feel 但是这个功能呢它不是一个新的 上一代就有了 这一次新功能叫做 AI变焦 很适合不会拍照的人 开了之后呢 你点一下Target 手机会自动帮你 中到每每goofygoofy的构图 你只需要负责按拍照 是不是很适合你呢 那另外呢这是realme XI Pro系列啦 有跟一个旅游杂志叫做Lonely Planet合作 那录影方面呢我现在用着就是 32MP的前置镜头1080P的像素 然后我现在是开了超级防抖的 它其实是最高支持4K加30fps的 所以我现在开了超级防抖之后呢 OK 我脚跑 你看哦 这样OK吗 那我现在就转过去 后置镜头给大家看看 它其实本身呢就已经有OS光学防抖了的 但是我还是在开买这个超级防抖 软件再加硬件两个一起combine 完全就是steady boom baby 来我现在跑给你看 跑着了啊 真的是跑着的啊 上楼梯 是不是很稳呢 我自己这样子看都觉得很稳 所以这几天呢 Ken也是有帮我拿着他出去拍了一些照片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全品吧 我个人呢是真的很喜欢用zoom镜头啦 所以realme 11 Pro Plus有两倍和四倍的重 我自己是觉得很好玩的 就拍摄的时候哦 你可以更好的创作 我创作不然 那整体拍出来的感觉呢 算是干净的 比如你在咖啡拍的水啊 背后的poket是很自然的 那夜景部分呢 这是realme 11 Pro Plus 搭载了realme旗下手机 最大的感光元件啊 一优1.4寸 进光量比起上一代是提升了 40% 11 Pro Plus整体是亮很多的 6.7寸AMOLED曲面屏 而且是122刷新率的 重点 它要保护你眼睛哦 用了2160Hz的PWM调光 那这个调光的东西呢 其实我之前也就有讲过了 反正呢就是 数目越高哦 flicker就越少哦 所以你眼睛就越好咯 那对比一下最明显的iPhone 你就看出分别了啦 重量189g 厚度8.7mm 是比上一代重了一点啦 可能是因为这个皮革和镜头比较大搞一点啦 但是整个手感的曲面屏是舒服的 还有一个中间挖孔的自拍镜头 1999块真的好像没有得闲了哦 这处理器这次搭载呢 就是MediaTek天机7050 老实讲啦 这个处理器其实就是1080的改名版 也就是说呢 这一代跟上一代用的是一样的处理器 只是名字不一样罢了 是有点可惜啦 但是你看回上一代哦 它的效能和功耗其实是已经够用了的 而且11 Pro Plus也升到了 12GB加512GB嘛 在终端手机界里面呢 512GB是最大了 电池方面呢是5000毫安 然后快充速度哦 从上一代的 67W 对对对对 升上了100W 这一点真的是很赞耶 25分钟就可以充满 这一台手机 最后就是价钱啊 开头我是有讲的 但是我现在再讲一次啦 realme 11 Pro Plus 1999块 12加512GB版本 realme 11 Pro 1499块 8加256GB版本 这个价钱哦 其实realme还是蛮国心的我觉得 总结一下手机 1999块的这个价钱 我个人觉得是蛮国心的 因为首先这个 Gucci皮革设计的我就觉得 只回票价 因为就真的很美 我自己很喜欢 其次载边框架上喇叭 视觉听觉效果就很好哦 尤其是打游戏里是很多钱就到了 realme 11 Pro slogan就叫做 Dead to Live 赶跃跃跃跃 这样他们也有很努力地做到这一点啊 包括他们在终端手机系列里面 做到屏幕跃跃跟快充跃跃 In case 你们不知道哦 全球最快的快充速度 240W啦 就是realme家 GT3系列 还有外观跃跃 这一代跟这一代呢 外观真的是很远耶 你喜不喜爱是一回事啦 但是那个辨识路真的是拉高了 加上又跟不去合作 又升上去哦 而且realme很想跟一些很年轻的 潮牌合作 它整个品牌就变到很样 很创新的感觉 最后的最后 这一台realme 11 Pro Plus 我愿称它为一台 有颜值有质感的冲断机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给你看一下别的手机吧 拜拜 拜拜 拜拜哦 拜拜 拜拜